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完全老西万寿提段环境改善工程 营造收封地区优良的水岸环境 8月13号下午九河局与三个社区单位签署任养计划 透过公司力合作希望能够维护良好的暗体环境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营造老西魅力河段在今年完工 14号特别邀请到在地的共和社区发展协会 东华大学同仁安居住宅社区 还有花莲县日光飞行协会一起参与老西提防任养签署会 及走读老西的活动 九河局长谢明昌表示 透过公司协力还有民众参与方式 积极推广在地社区任养合参环境 也透过自行车骑程 还有解说活动认识溪流生态 要增进在地民众对老西生态环境的了解 这个业主要是因为我们九河局在老西 从下老西桥一直到我们的汇流口 大概总计将近4公里 我们从106年开始跟在地的公民参与 然后经过规划设计到今年总共已经完成 把它完工 那完工后之后 我们现在跟在地的社区 我们已经先说好 就是由我们九河局来施作 施作完之后后续就加油他们来做任养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九河局 未来在我们花莲地区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就是由我们九河局做环境的营造 那由在地的社区来做后续的一个任养围管 那把这个环境做得更好 然后更永续 那也让更多人能够来到这边 可以看到更好更棒的一个水环境 九河局表示后续还要号召更多热心志工 与工部门合作 共同来维护家园旁这块美丽的水岸土地 还有环境 也希望邀请大家共同为河川水岸做一件事 让周遭的生态环境可以永续长存 据旅回收封箱报道